再来关注一下韩日贸易争端的最新动态 昨天下午韩国总统文在寅首次对这一次争端表态 如果日本管制措施导致韩企受损 政府不会坐视不理 接下来就相关的话题 我们来连线在首尔的财经频道特别记者刘征 刘征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事态的一些最新的进展 好的 请方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昨天的会议上 敦促日方撤销相关的措施 拿出诚意与韩方磋商 并表示如果管制给韩企带来了实际损失 韩国必将采取措施应对 目前韩国政府与商界保持密切的沟通 上周末 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洪南基 与LG、SK、现代汽车三大集团的掌门人会面 共同商讨应对方案 明天韩国总统文在寅还将约见 韩国前30大企业的掌门人 另一方面 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 7号夜间紧急前往日本 就相关的问题与日本商界人士当面探讨 与此同时 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抵触情绪不断扩散 目前已有100多家日本企业 被列入到了民间的抵制名单当中 覆盖时尚、食品、金融、汽车等多个领域 消费者发起的抵制行动 也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商品的销量 以韩国民众夏季大量饮用的啤酒为例 最近整体销量攀升的同时 唯有日本啤酒的销量锐减 以往在夏季 日本啤酒都稳居韩国进口啤酒销量的首位 但最近一周 韩国大型连锁超市的日本啤酒销量 环比减少14.4% 两大连锁便利店的销量 也环比减少11%和23% 此外 韩国超市协同合作组织发布了停售日货的声明 截至目前 已有200多家个体工商户经营的超市 下架了日本商品 一些店内还张贴了不售日货的海报 现在看来 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不仅冲击了韩国的经济 也波及了日本自己的企业 韩国交易所数据显示 7月来 在韩国上市的三家日本企业股价均大幅下跌 其中一家跌幅近25% 此外 部分日本企业还推迟或取消了原计划 在韩国的新品上市活动 业界人士分析 如果事态长期发展 或日本继续追加管制措施 韩国民众抵日情绪将持续扩大 两国往来的各个领域 都将受到不可预测的影响 以上是我们在首尔的观察 请放